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小異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是 如何拿到Finish in 6這個 哥吉拉VS這個獎盃 那這個獎盃呢他的任務條件就是要 Clear King of the Kaiju Mode in the 6 minutes or less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你要完成這個獎盃的話 拿到這個獎盃的話你必須要完成 King of the Kaiju Mode 必須要在6分鐘之內完成 好那小異就來示範一下 如何輕鬆的完成 真的很輕鬆啦 因為小異使用的是機械王者基多拉 首先你需要一隻等級蠻高的王者基多拉 或是機械王者基多拉都可以 那我們就直接GO吧 帶大家來示範一下如何OP的快速通關 在6分鐘之內快速的通關 首先呢我的起手招式我都是習慣先跳起來 然後使用三角形的招式 點他之後第二次之後你就可以開心的噴他了 只是對方有時候會不會讓你那麼順利的噴他 還是近距離如果有噴到的話 基本上他已經半條血不見了 基本上第二下他就說風再見了 呵呵有沒有 第一關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基本上每一關都重複這樣的動作 如果很快就可以結束了 對很快就可以結束了 對很快就可以結束了 這隻的話 機械哥吉拉一樣啦 起手師都一樣 小異的起手師就是 跳起來轉一圈 搓搓搓 因為畢竟一開始還沒有任何能量 可以發射我們的 Mega King Ghidorah的噴射光束 通常你轉個兩圈下來 你就有那個 你就有能量可以噴射了 你看他就不敢接近我了 呵呵呵 他已經 他已經不敢接近我了 他不敢接近我 我主動接近他啦 好了 收工 唉唷 這隻拖得比較久喔 不然照理來講 他也是應該要在30秒內就解決了 這隻居然拖到了41秒 真是有點殘念 沒關係 下一隻會更好 反正我們主要的目的 是要壓在6分鐘之內 那我當初拿到這個獎盃的時候是 4分15秒啦 也是一樣 第一次就使用王者基多達就拿到了 很快 真的很容易 完蛋 這隻會拖很久 哇 騎手勢沒有弄好 先把他刪走吧 這一次 騎手勢沒有弄好 完蛋了 這一次真的是 沒有弄好欸 哇 拖好久了 哇 真的拖到54秒有點尷尬 真的有點尷尬 不然其實這次也是30秒內就可以解決 沒關係 現在是破到第三關了嘛對不對 那後面的話我們就盡量吧 蓋鋼喔 蓋鋼其實還好啦 蓋鋼動作比較蠻文慢的 在我們王者基多達面前就真的是 就是一隻 傻逼近戰 哈哈 有沒有 通常他會接近你啦 那我們就這邊 原地喊叫 準備發第二發 然後 準備收工 收工 31秒 基本上都是壓在35秒以內 如果對方是近戰型角色的話 都是可以壓在35秒以內的 主要是像剛剛如果是遇到巴多拉 或者是摩斯拉 或者是麻煩一點的話 遇到幼蟲 那你可能就會有一點變數在 遇到蘭蒂的話 這邊的話也是 盡量能拉開距離就拉開距離 一開始 因為我們主要輸出來是靠我們的 王者基多拉的噴射光線 有沒有超級痛啊 唉唷有點痛了 不要太過分喔 收工 清潔加打板 收工 目前3分09秒了 現在是第幾關了 第幾關了 喔 最後一關了 你看最後一關 才3分09秒 機械王者肌肉 它是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對不對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無腦啦 我真的覺得平衡度沒有做好啊 這隻真的太誇張強了 太強了這一隻 雖然三四基隆很帥 防禦力又不錯 可是在我們的 機械王者 機械王者肌肉拉面前 真的是 無用無之地啊 也是被瞄的份 唉唷 我又浪費一次招式 這隻可能會拖一點 唉唷 應該可以 主動等他擊完 OK 收工 稍微硬了一點 沒關係 我再補一刀 OK 大致上 就是這麼簡單啦 4分12秒 比上次快了 3秒鐘 其實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更快 對啊 如果 遭遇到組合的話 不會這麼困難的話 其實可以更快的 那以上是小易分享給大家的一個 簡單的方式 那這邊 在過 拿這個獎盃的時候 也祝大家宣利吧 OK OK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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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